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章鱼的玩具 本期我们来玩赏一下万代的福音战士拼装 制作本期节目的契机是由于观众对福音战士这个拼装系列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但是又疑惑它和高达的区别 所以在评论区对我发出了询问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首先来看一下高达MG系列的这两台机体 首先一台是MGZ3号机红蛇 另一台是MG2.0绿渣 MG系列本身是几乎不需要补色 而且各个机构和细节都是非常丰富的 并且因为作品本身是偏写实的一个设定 导致了高达尤其是UC系的机体都偏一些写实的军事风格 它内部都会携带一些平时我们显而易见的一些机械元素什么的 让它显得更贴近现实,更逼真,让观众产生更敏感 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机械风格更浓厚一点的玩具 我是比较推荐高达系列的模型 接着我们来看万代的福音战士拼装 它跟高达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本身就像一个精瘦的人体 然后覆盖了一些非常前卫的设计的盔甲 很难想象是90年代的设计产物 金属色的涂装是我当时心血来潮的补色 并不是老逼自己的出谋 我们来具体说说这款机体 可动性是非常好的 整个腰部有各种的可动关节 有各种球形关节 但是腰部又有非常老套的设计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腰是左右合的 非常的老套 现在几乎看不到 似乎是沿用了之前老版的TV版的福音战士拼装 那个系列叫LMHG系列 我小时候似乎做过相关的盗版 我当时好像是把初号机 二号机零号机 甚至是十三使徒都给做了 真是美好的童年回忆 再次做到这个零号机新剧场版 虽然只是改了颜色 还是蛮兴奋的 但是呢 这个需要很多的补色就很不好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老套的设计 而且当时就很不好 现在放到现在也感觉不好 就是它这个手腕的部分 是一个软胶的材质 老B的说明书里面 是要求去用热水泡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胳膊 就可以进行可动的摆动了 把腕感受非常的差 可以看到插入栓的机构 也有一定的还原 只要把背后的舱盖拔出 内部的插入栓 也可以对应的抬起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遗憾的地方 就是无论是舱盖 还是插入栓本身 这些部分都是没有颜色的 都需要自己去 你可以用它提供的贴纸 或者自己去补色 所以就不是很好 头部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红色也是补色的 总之 这个系列总有点 反正就是HG的感觉了 尽管这个机体需要大量补色 可动也手腕的 尤其是手腕这个重要的部分 它可动一般 但是它在相关的拼装系列里面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相比于寿屋处的那个系列 我是比较喜欢纤细的 这个偏向于老板TV的造型 虽然只是老B没有改模 对于万代的这个拼装系列 我是有童年这个印象分的加成的 但是如果说喜欢仿生人的这种 生化的这种形体 对于老B又有一定的好感的话 这个系列还是值得一入的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